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发生在2008年 北宜公路一起裸失命案 原本是一起精心设计的杀人计划 却因为接连的巧合 让命案曝光 时间回到2008年的6月30号 下午一点 50岁的灵性男子 他是开车在北宜公路 却意外揭发了一起命案 北宜公路沿线的产业道路 突然有一个草堆出现了一群苍蝇 加上传出了湿臭味 年先一开始 他以为是死猪 所以拿开盖在上面的芭蕉叶 赫然发现竟然是一句全裸男尸 脸朝下已经腐肿 而且腐烂长驱 诡异的是 双手的手掌不知去向 他的双手是被人家截肢 是把他的手掌都砍掉了 后来我们经过法医的检验 发现他是被热闭 然后热闭之后 再把他的手掌砍掉 然后流血过多这样子 气室的地点就在北公路55.5公里的地方 靠近宜然的交界 从事资源回收的林先生 他是因为尿疾停下来要上个厕所 没有想到却发现了脚边的断掌男尸 所以吓得赶紧打电话报警 直接拿了两捆的纸钱烧给死者压压剂 你有骑杀吗 没有骑杀 你有骑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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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骑杀 没有骑杀 你看到这个我们要骑死 他有可能骑人看他 手有被切割的痕迹 就这样子有可能是他杀 是利刃吗 应该是 唯独双掌被切断 警方不排除是黑道执行家法 或者是死者诈赌遭到惩戒 有可能是故意让警方采集不到指纹 他特征的部分 他在于牙齿的部分 他那个门牙有断裂的情形 牙齿不整齐 当然断掌各种可能性我们都不排除 那个也会造成 侦办上的一些指纹上的验证的困难度 警方演判 凶手不但脱光了死者的衣服 还斩断他的手掌 企图掩灭证据 让警方没有办法以指纹追人 查出死者的身份 不过摆密一书 凶手却遗漏了一样东西 现场有留有 有一个香包袋 香包袋是挂在脖子上的香包袋 当然这东西真的是发往回回 因为他就是有那个香包袋 没有取下来 遗留在现场 那个香包袋刚好又是死者家属 所认出来的最关键的 红色的香包袋 上面独特的寿字 成了确认死者身份的关键线索 两天后 有家属认出了这个香包袋 是63岁的张姓男子 比对DNA也确认身份 死者生前开了一间书画的表辈店 家境状况是不错 究竟他是惹上了什么麻烦 会惨死在偏僻山区里 排发地点属于偏僻的产业道路 三居流 所以监视录影器就是说真的非常少 不像市区那么多 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支监视器 清清楚地拍到有一辆车经过 那辆车经过我们查阅他们的车号 结果发现跟当天死者失踪时所联系的人 所使用的车辆是一样的 这一支是灵物局装设的监视器 有红外线的功能 即使深夜车牌都能拍得清清楚楚 当初是为了要抓山老鼠 没有想到却派上了用场 警方带回了45岁的阳性嫌犯 你有杀害张姓氏吗 那断手在哪里 死者的手掌到底在哪里 杨贤嫌犯的说丢在北公路63公里的附近 所以警方寻找的过程 却出现诡异情况 就是车子熄火我们就觉得怪怪 我们那时候在请杨贤下车说 你跟死者说抱歉 你既然杀了他 你就要跟他说这件抱歉 而且要保佑我们说 然后顺利的找到相关证物替他申员 我说今天解离还需细领人 既然是你发现了这个案子 你必须亲口跟他说 不是我们警方说一百次也没有用吗 跟他说抱歉之后上车 车子一发就发动了 然后后来我们上车之后 开每一公里 大概500公尺 就有闻到一股味道 那是那种石臭的味道 是很明显我们警方人都闻得出来的 然后我们都闻到这味道 可能是这里下车去看 立刻就找到首长了 那首长他们本来也是往三谷上丢 但是就是好巧不巧 他往三谷丢的时候被大树挡下来 掉在大树的底下 找回了段长 嫌犯再度惊爆令人压抑的内情 他说这一起断掌分尸案 主贤和下手杀人的 是一名长相美丽 却暗藏蛇蝎心肠的女子 叶婷瑜 嫌犯口中的女主贤叶婷瑜 她曾经当过导游 还有从事房屋中介的工作 买卖法拍屋 还常常以观光协会 副秘书长的头衔 游走在一文界 结果实际来查证结果 这个身份根本是虚构的 因此他身上还背了好几条 乍漆的前科 虽然年过四十 但是懂得打扮保养 皮肤百息 身材较好 而他离婚之后 也常常凭着姿色和交际的手腕 专挑多金的熟男借钱 感情交往十分复杂 如果说经济上不选合的话 你人家借钱的对象 当然你会申选说 这位对象对你有没有好感 你要借钱是不是方便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真的 叶女她长相是蛮清秀的啦 然后对一个清秀 然后又经济状况不好的人 长相不错 然后经济状况不好的人要借钱 我相信我也比较方便了 他不仅跟同伙阳性嫌犯人同居过 叶婷于认识私了之后 也常常索取了一些名贵的字画 后来因为投资房地产失利 急需要资金周转 他就透过死者 向知名的老画家余百林借了900万 借口阳性嫌犯罹患的口腔癌 会有理赔金上千万元 之后可以拿这笔钱来还 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 死者他本身就吹讨债务 尤其在要被杀害的那段时间 吹讨债务升级 然后跟叶嫌就拼命地讨他的债 债务讨了这么急 也没办法去那刻 干脆把他杀掉灭口这样子 才决定这样做 2008年6月20号的晚上7点多 叶婷于借口他要处理债务 说约了张姓书画店的老板 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碰面 张姓男子的他一上车 就一路的往北宜公路的方向开 杨姓嫌犯负责开车 张姓死者是坐在副驾驶座 而叶婷于他是坐在死者的后方 死者万万是没有想到 看似柔弱的叶女 居然会下手杀人 杨姓说他的膝盖顶的椅背 因为女孩子手没有不够力 所以说他膝盖顶着一背 然后再用那个铁丝往后拉扯 去锁死者的喉咙 把他勒毙了 勒毙之后他们为了要 要就是毁尸就对了 然后来躲避我们警方的追查 他们就决定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 都比如说衣服啦 比如说饰品啦 都把它清除掉 然后最后再为了 为了把我们对于指纹 他要把他的手上给切掉嘛 没有想到死者呢 因为对老画家不好意思 不断的催促叶婷要还钱 却成了自己的催命符 叶婷赖账不还 不但曾经告死者恐吓 最后直接策划了杀人案 想要让债务消失 他本身是非常狡猾的一个人 因为他有一阵子躲避在 女子三温暖里头 网卡里面 然后女子三温暖是 说真的我们警方要进去 也不容易也不方便 然后又三番两次的 致电到地检署或者警察局来说 他想要投案或怎么样 然后就是释放出一个假枪认为 说他就是要准备来投案 然后来让我们警方松懈下来说 他要来投案了 我们就不用那么积极追他 对外骗说 写完了回忆录就要投案 私底下他却搭了飞机飞到了金门 买了小三通的船票 准备搭船到大陆的厦门 结果在准备通关的时候 被国境的专情队发现 他遭到地检署管制出境 当时叶婷云还装得一脸的无辜啊 似乎搞不清楚 为什么被禁管的模样 嘴巴甚至还轻声的嘀咕几声 装得很无辜的模样在走回去 因为检方他只有通令禁管 因此专情队他也只能放他离开 而叶女在搭乘晚上的班机飞回了台湾 一下机就消失无踪 也错失逮捕他的机会 叶婷于逃亡了一个多月 多次放消息要投案 却每一次都放鸽子 也把警方耍得团团转 直到8月5号这一天 叶女的放话要去台北地检署投案 甚至传真自白信给各大媒体 大声的喊约说 人不是他杀的 声称这一切都是落网的阳性嫌犯这一章 命案当天他是一直坐在车上等待 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最后警方埋伏在地检署的附近 当叶女一出现 立刻冲上前去将她逮捕 专案小组还找到了一大桶的硫酸 发现狠心的叶婷于 他当初的计划 是要用硫酸溶湿灭积 但是因为那个桶子太小了 只好临时改变计划 在北宜公路将死者拖下车 当时张男死不瞑目 还是叶女用手替死者合眼 再砍断死者的手掌 让警方难以追查死者的身份 叶女非常狠 她就把她下了车以后 开车门把那个死者拉下车 然后再指使杨先生说 可能没办法容失 所以说我们去把衣服脱掉 然后把手上砍掉 其实她当初带美工到 是准备要分 因为你荣丝 虽然是要荣丝 但是你那个桶子不够大 你一个人撞不进去 她是准备把它分丝了以后再荣丝 但是光哥哥手掌 最近很非事的事情 当时北宜公路沿线的监视器很少 这起断掌裸实案 如果不是有人尿急下车 就不会发现死者 而现场唯一的香包袋 她又刚好被家属认出 再加上唯一一支的红外线监视器 恰好拍到了嫌犯的车号 最后在主嫌叶婷渝出庭之前一刻 透过了禁管及时拦下 一切似乎冥冥中注定 杀人终究难逃罚网 叶婷渝判无期徒刑定业 阳性共犯是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 这是北宜蛇仙女的故事 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别忘了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